第七百九十三集 品松下了一机灵,终于意识到为何他右眼皮子总是跳了,合着他家主子准备接了二皇子的约战,他于是急忙阻拦 主子,去不得呀,太危险了,而殿下说是一对一,可是他那种人会有心语吗? 何况下方都是郭家和一家的兵啊,就算二殿下想要一对一,那些人也绝对不会听他的的,一定会一拥而上 主子,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 君母峰一脸苦笑,危险嘛,可是他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的对方一拥而上,他倒是可以杀个痛快,也死个干脆 反正就算他死,这道岩浆河也不会撤掉,敌人攻不进贝城门,他没有后顾之忧 这条岩浆河足够支撑到阿燃赶过来,然后由阿燃亲手撤去,再将敌军一举歼灭 这个大年夜实在难忘,他不知道这样的死法算不算还了皇家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但是他却知道,这个局实在难破 只有他死了,才能真正地赌注悠悠众口,才能让所有人从此闭嘴,不再言论皇家还有一个非亲生的皇子 他不想一辈子遭人非议,受人白眼,更不想在面对他父皇时两相尴尬 所以,只有一死,才是最好的结局 可是阿燃,我很想你,却不能再见一面了 阿燃,你可得好好活着 他转回身,望后张望着,奸殿的人刚好回来 告诉他天赐公主已经往西城门那边去了 他的目光便往西方送了去 好像能看到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一般 唇角渐渐带了笑意 平松 他轻唤了一声 立即回凌王府去 卓管家清点府中财物 清点过之后,将所有财物全部都送给白家三小姐 就说 就说是我送给她的嫁妆 平松一愣 柱子这是何意啊 就算要送嫁妆 也不至于把整座府邸的财物全都送去啊 咱们跟白家三小姐没那么大的交情啊 他说到这儿有点说不下去了 因为想到自家主子的身世 如果真的是文国公的儿子 那么白家三小姐就是他的亲妹妹 亲哥哥给亲妹妹置办嫁妆倒也是应该的 可还是那句话 就算哥哥给妹妹也不至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 何况也不是只那一个妹妹啊 君慕风没有解释什么 他只是告诉平松 按我说的去做 我虽不是皇子了 但好歹也还是你的主子 除非你也不再认我 那便不必听从我的吩咐 主子 平松赶紧跪了下来 属下永远都是主子的奴仆 永远都听主子的话 那就照我说的去做 他一边说一边又将随身的玉牌摘了下来 递给平松 把这个 交给天子公主 就说是我留给她的一个念想 去吧 立即去办 平松心底那种不好的预感又生腾起来 他想再说几句 可他家主子决然的目光让他张不开这个嘴 一咬牙 转身下了城墙 往凌王府的方向去了 君慕风松了口气 唇角扯起一个自嘲的笑容来 皇子玉牌是打出生之后有了名字那日起 就由宫中匠人大志而成的 用的是最好的预料 每一块玉牌上都刻着皇子名慧 每一块预料都有所不同 是身份的象征 也是权势的象征 他记得 老大老二的玉牌曾经坏过 后来重新又打的 他的那一块却是从小带到大 小心翼翼从来没摔过 玉牌跟了他二十六年 上面早就带了他的体温 染了他的气息 他将那东西留给阿然 是私心里想着 将来有一天的丫头看到这块玉牌 还能想起他来 不管是哥哥还是五哥 总归能记得曾经有过他这样一个人 可他终究是赴了白燕宇 作为哥哥 也没有尽到一丝一毫哥哥的义务 他至今能记得 白燕宇为李贤飞烧纸 被白燕宇一脚踹到冰湖里的情景 人捞上来是小脸煞白 死人一样 他得承认 那一刻他心疼了 便将所有的财物都留给那个傻姑娘吧 算是一个不称职的哥哥 留给妹妹最后的情分 他又往东边看了看 再回身时 却是身心一纵 整个人忽然就从城墙上直冲下去 监店的人都吓坏了 守城的亲兵也都吓坏了 谁也没想到 五皇子居然真的就从城墙上跳了下去 单独营底 有人急呼 五殿下危险啊 可是回答他的 却是二皇子哈哈的笑声 他不是什么五殿下 他就是文国公跟李贤飞那个贱人生下的杂种 你们叫他五殿下 就是对我东秦皇族不尊 就是任贼做主 五皇子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所有人听着 坚守上都城 不许离开城墙一步 他留下这话 单元迎敌 飞越过岩江河流 手里一柄长剑直冲着二皇子就刺了过去 二皇子眼中绿色闪过 仇恨的火焰再度燃烧起来 我君家养了你二十六年 到头来 你却把剑杰儿对准了你养父的亲生儿子 白家大少爷 你的狼子野心终于藏不住了吗 你是不是想要杀光我们家的孩子 然后独霸我们家的天下呀 君家真是瞎了眼啊 居然养了你这么一只白眼狼 你该死 二皇子也是一肚子怒火 那些曾经过往折腾了他近三十年 到头来 他爹却在好好地养着别人的孩子 为什么老天如此不公 为什么明明是他的东西 却要分给别人 举起刀的那一刻 他忽然又想到白家 想到白金红 忽然又有些明白 为何白贺燃那样恨白金红兄妹 因为那也不是白家的人 但白星炎却明显地偏心 将原本该属于他们的父爱 都给了白金红和白浩尘 所以白贺燃应该跟他一样 算是个可怜人吧 可怜之人就应该站到同一条战线上 一致对外 可惜 白贺燃却选择了一条 跟他完全相反的路 他曾经爱慕过那个少女 就在为他治好了腿伤之后 他将那个少女 放在了心底好久好久 甚至那分量 都越过了他深爱多年的惊鸿 然而 白贺燃拒绝了他 不但拒绝了他 还把他治好的腿又收了回去 这是仇 他一定要保 白家的人 他一个都不想放过 既然这老五也成了白家的人 那就更没有理由放过 他一边挥着刀 一边对身边的副将说 还愣着干什么 莫不是真要阵一个人对付他 副将也反应过来了 这可是个好机会 五皇子冲下城来了 就算他再厉害 也架不住自己这边人多呀 只要把这个五皇子给擒住 或者杀死 那么 北城门外的大阵 必定是不攻自破 这简直是对方自投罗网的好事 这样的机会不抓住 就是傻子 于是那副将授一挥 大喝一声 围击五皇子 生死不济 一声令下 三万大军齐冲上前 将刚落向地面的五皇子团团围住 君母请哈哈大笑 白大少 该不会以为朕真的会一对一地与你对决吧 你真是太天真了 送上门来的烈石 自然是所有陷阱全开 等你入坑啊 听教你有来无回 君母峰却似知道这个结局 也不与他争辩 更不骂他卑鄙 他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将手里的长剑 一次又一次地对准了他的二皇兄 一次又一次地刺过来 二皇子一直在躲 他根本没有跟这个五弟对战的本事 他那点功夫 能勉强骑马就已经不错了 他那点谋略 连身后这三万人都统领不了 一切全都得靠副将替他执行 他毫不怀疑 这个五弟会把他杀死 所以他不能靠近对方 必须撤到人群里 必须要靠这三万兵马 把人给耗死 不计折损 他只要这个老五死去 这一战就算赢了 白鹤染的队伍 正在赶往西城门的路上 也不怎么的 他就觉得心慌 特别的慌 就像有一只手 正握着他的心脏 正在不停地往上拽 拽一下就疼一下 疼一下就慌一下 他的脸色不太好了 下意识地回过头 往来时的方向去看 一双绣眉紧紧皱着 凤与恒问他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他摇头 我也少有关系 就是觉得心慌 好像要出什么大事一样 可是你看 东青已经出了 这么大的事了 还能再坏到哪里去 所以这心慌 不知从何而来 悄然难受 凤与恒也不知 他为何心慌 但见他频频回头张望 便又问他 可是在担心 北城门那边 白赫然想了想 说 按理说应该是不担心的 刚刚那个来传话的人也说了 武殿下在城外布了大阵 将三万敌军都隔绝在阵法之外 按理说是万无一失的 就算他无力攻打敌军 至少靠阵法拖着 敌军也绝对攻不进来 他我就是心慌 总觉得他那头要出事 他一边说一边又催了马 奔跑的速度又快了起来 先去西城门吧 不管怎么说 也得将西城和南城的敌军先退了 上渡城必须得保住 绝对不能再放一个敌人进来 队伍一路急行 终于到了西城门时 白赫然的心已经慌到 无意再去理会外面是个什么情况 他甚至连领军的将领 是什么人都没有心思去留意 到了九杀 杀得天昏地暗 西边杀完又去南城 发泄一般血洗 那股子尽头 连监店的人见了都生怯 凤与恒知他是着急了 是想迅速将这两边的敌人解决 好到北城门去看看 于是他也不拦 只默默地将一个又一个手雷 从空间里调取出来 反正也是血洗 干脆洗个痛快 反正只求速度 干脆就杀得再快点 终于 出北城门外 所有的敌军一袭而空 上都城外血流成河 浓重的血腥气 连漫天飞雪都压盖不住 一波接着一波地 向上都城内蔓延 就连紧闭门 或躲在家中的百姓 都能闻得到 白赫染同凤与恒二人 从城墙上走下来 一身煞气 就像从地狱而来的阎罗 有人算过 这一圈打下来 仅二十万条人命打没了 基本上都是这两个姑娘杀的 这简直太可怕了 北城门那边 尖殿的人策马狂奔 终于寻到了白赫染 一见到他 就直接跪下了 公主 出事了 五殿下应了二殿下的叫阵 独自一人冲出城外 同二殿下对决 结果敌军不舍规矩 一拥而上 属下来时 五殿下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白赫染身子一晃 差点摔到地上 他终于明白为何会心慌了 终于明白为何总感觉 北城门那边要出事 果不其然还真是出事了 他几乎崩溃 往北狂奔 凤与恒在后头也立即跟上 其余人等一路随行 路上凤与恒问小六子 五殿下是什么人 通阿人什么关系啊 你的主子不是叫十爷吗 这五爷又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件事 监殿的人觉得 自己比小六子更有发言权 于是主动为他讲解 五殿下并非是皇上的亲生儿子 是他生母跟文国公私通所生 而文国公就是天赐公主的父亲 所以五殿下是他的亲哥哥 而且天赐公主跟五殿下的关系 原本就挺好的 凤与恒明白了 那五皇子明显是不想活了 因为这种局面下 只有他死了 才能真正地将这件事情给化解掉 否则待事件热度退了 依然会有人在救世冲提 甚至皇帝每每看到这个儿子 也总会想起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过往 他活着就避免不了这种尴尬 只有死了才算一了百了 各位听友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明灵 我这次的角色叫白浩轩 是一个小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多多给我留言支持我 谢谢大家啦 一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